這裡是高士的腿瘦了 接下來是Ellen PANYA 邀請你來 這是什麼店 很香 真的嗎 很香 麵包嘛 很香的麵包 真的很香 我們現在來這個超級無敵老店 關山最有名的火生製品 然後現在這邊店很搶手 每天下午2點出爐 沒有訂吃不到 我已經幫你預留了 真的喔 這是這個紅豆吐司 爆漿紅豆吐司 爆漿是什麼意思 就是爆餡 爆餡 餡料爆餡 我真的很想吃 你拿一下 好重 這麼重喔 是不是 沒那麼好重 拿一下來 有沒有很重 真的耶 它很紮實 真的怎麼那麼重喔 而且是剛剛是烤好的嘛 剛剛烤好 所以你看它熱的 暖暖的 對啊 好想吃喔 要保留好了 不然等一下來 就把它把它放出來 OK 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也是 這是最近新產品 千層的吐司 這個太棒了吧 我喜歡飽飽的 對… 超棒的 這兩個品項其實… 好了 這樣不好看 不好看 不好看 好了… 我們要對食物有沒有運動 對… 可以拿出來拿出來 除了吐司以外 阿嬤他們家還有芋頭 芋頭喔 都有 然後我們這個是 最有名的 這個嗎 對…這個餡料 這個幫你準備 好 那我們講這個是西點麵包對不對 那我們這間是火鎮製品鋪 火鎮製品 製品鋪 對 它不是西點麵包鋪 因為以前最一開始 這裡 這個是中秋月餅 這個是老店最一開始起家的 月餅這麼長喔 不是月餅是圓圓的嗎 圓圓的小特色的 就裡面有一個一個這樣子喔 對 總共有10顆 10顆 對 然後這個也是現在台東 很有名的叫做紅阿扁 紅阿扁 紅阿扁 風宅餅 信封的風 然後阿與柱子 紅阿扁 這個其實是起源於 日本人跟漢人的傳統餅 來結合的 因為以前你要吃這種月餅 裡面有肉 比較貴的 比較貴 對 日本人來到這邊的時候 日本是不是很喜歡吃河果汁 麻糬這些 就會有一些餡料 這邊又是日本的小鎮 日本的河果師傅就帶到這裡 然後就教你用比較便宜的餡料 然後融合 漢人的肉餅 然後就做成了月餅 對 就是餅庫 然後後期我們就是因為 要把它一封一封 就是十個把它包好 然後就很像信封把它封起來 對 所以我們就 又有人叫它紅阿扁 所以台中的紅阿扁 其實就是中秋月餅 就是名手 這個很難得 你看這個剛出爐 就剩下三條 這個馬上又沒有 這個是以前火車 就是賣很好的 真的 對 然後阿嬤後來又自己 在研發了很多的西點麵包 好厲害 那阿嬤在哪裡了 阿嬤在那邊 阿嬤啊 阿嬤妳好 謝謝這個保留好了 阿嬤妳好 妳好 阿嬤 妳這些妳做的喔 對啊 阿嬤現在幾歲喔 75啦 75喔 很有火力耶 對啊 所以妳每天做這個嗎 每天啊 每天喔 很辛苦耶 現在我孫子回來幫忙啦 是這樣子喔 以前我們... 兩年前我和阿公兩個做耶 後來妳也回來幫忙做 是這樣子喔 孫子又回來了 那我可以吃看看嗎 可以啊 妳說最有名是這個紅豆的那個嗎 真的 為什麼這個怎麼那麼重呢 是因為是有 麵包比較多紅豆餡 喔 我們都說其實阿嬤是要賣紅豆 但是沒有層氣 嗯 所以就拿麵包來裝紅豆 なるほど耶 原來是這樣子 還有很多阿嬤的愛心嘛 沒有啦 那個紅豆我自己煮啦 哇 本当啦 すごい 見て 對耶 めちゃめちゃ入ってる 自己煮的就多包一點啦 啊 是喔 但一人煎湯耶 一人煎湯耶 對喔 配起來比較好吃啦 因為吃一口的都是紅豆 對啊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喔 好吃喔 真的喔 嗯 好吃喔 外側是很爽快的 但是中是很純爛的 但是... なんか呢 噴著噴著 這個中的純爛的 ちょっとこう... バランスが変わるっていう 真的 もう甘すぎず 程度が厚いので 食べやすいですね 不急去煮豆沙 就多包一點 那是這樣子喔 那個麵皮喔 我們就照我們古早這樣 再挪的啦 自己手揉的 用挪的啦 一般手工啦 好辛苦 到現在也是嗎 也是啊 好辛苦喔 每天早上就要來做 所以很限量 所以沒有預約吃不到 妳真的很了解 妳這邊上班的嗎 我以為我也很喜歡吃 她也喜歡吃啊 她常常來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預約 而且剛剛現在錄影的時候 也是很多客人就一直跑來跑去 所以一定要預約是不是 一定要預約 那妳們店是大概幾點開啊 六點半就開門了 這麼早喔 早上 對 分析嘛 分析有這麼早 六點半起來開始工作啊 下午才有辦法出爐啊 然後賣完就結束這樣子 對 那麼厲害喔 因為阿嬤他們是在地的 等於是麵包庫 對 其實不是要賣給外客的 所以這個是因為真的 真材實料紅到全台灣 但是阿嬤他們下午 他又出那個小的西點麵包 哪有的呢 阿嬤是第幾代啊 月餅第二代 包第一代 麵包第一代 麵包第一代 所以妳這邊開已經多久了 這間店喔 七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結婚以後才幫忙做 這個厲害喔 沒有 我不會做餅啦 還有這個月餅 台東的本阿嬤とは どんな味なのでしょうか 豆沙嗎 豆沙白豆沙 柔軟 めちゃめちゃ柔軟 哇 滿滿的 對呀 いただきます 那個皮又軟軟的 你去北京買的它的皮是印印 皮怎麼那麼軟呢 我第一次吃到怎麼皮軟的耶 你聽到冷凍器 拿出來還是要的好吃 皮差不多沒有的感覺耶 就吃了就 很溫和 對 就很融化 而且太飽了 很飽了 你看 所以我說阿嬤其實是想要賣餡料 她都找不到東西種的 哪有呢 那種 很好吃 吃起來又不甜對不對 不會太甜 對…就豆沙原本的味道 現在又有新的品項 叫做千層酥脂 因為現在很多人喜歡講這個口感 很像 這個太棒了吧 我超愛的耶 你喜歡一層一層 對啊 我喜歡飽飽的 來… 你一層 你吃這裡 ちょっと多分 クリーム… バターかな みたい的東西 吃起來 我有奶油千層 嗯 嗯 好酸耶 好像… 好像… 好酸喔 奶油… 這是奶油的原本的味道嗎 對 阿嬤 為什麼 沒有做千層的耶 阿嬤是第二代 現在是孫子 所以是第四代 是這樣子 年輕的回來接這個店 所以也是慢慢有一些新的產品 是這樣子 對 這個口感很好 它搞不好 你真的很了解這邊 你是可以當成這邊的那個… 有時候會坐在這邊幫忙收錢 真的嗎 對啊 怎麼那麼好 這個多少 阿嬤在忙說100 100 1190 阿嬤那個錢 找錢 阿嬤找900 阿嬤找800 很不錯耶 就是台東人 就是關山的大家都很這樣子 捷徑的那種感覺 很不錯耶 可以來這邊跟阿嬤 你下次可以來就坐這邊 坐這邊 好 我一起收錢吧 好 幫忙 下次我們幫忙一下 好的… OK… 真的是很難得可以來這邊 記得一定要預約 我們後面那個白板上面 全部都是預約的那個日期 什麼難得 都是預約的便宜 好啦… 好 那我下次來的時候 一定要預約 然後再幫妳好了 好 感謝阿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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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沒有空來開房嗎 對了 還有台灣好吃雞有IG跟FB 也歡迎大家的 追上個安家山道